六岁蹲大炮台 然后去吃一些树皮的东西 为了国家 为了百姓去战斗的一位勇士 他对一种责任感 使命感 从一开始到现在 背负了几十年都 还一点都没有消失 他们真的是 就像夕阳一样 他们的光芒 它是永远地会照亮我们的所有人 我们现在是已经到了 张文仲爷爷家的楼下了 张文仲爷爷呢 他是出生于1920年 所以他现在实时已经100岁了 他1937年的时候 因为卢格桥事变之后 整个北京也已经沦陷了 所以他想要继续求学 他就一直往南走 最终呢 是在1939年经过了这个越南 然后才到达了昆明 去报考这个新南联大 到他大四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了嘛 中国也正式的宣战 所以当时有很多的盟军来参与这个作战 就需要很多的这个翻译 张爷爷就是这其中的一名 也就是说他从学生的身份 就变成了一个军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他看到你们去看看 他会很高兴 爷爷好 爷爷好 小伙伴们 青年们他们来看你 爷好 他们还给你买了水果 还准备了一些点心 你们坐下来 坐下来 陈爷爷聊聊 您前段时间不是过生日吗 哎 哎 然后还拍了很多照片 对不对 来 给您看一下这个生日照片 好不好 来 来 来 给爷爷看看 这是照片 这不是我吗 对 对 这就是您的老寿星啊 好 好好好 好极了 爷爷 这个是他们之前送给您的礼物 对吧 这上面有写了您的名字 写了中央空军军官学校气象台 那时候大概是44年 我那一年大学毕业 以翻译的名义 参加了抗争 当然那时候 还没有你们的名字 但是去参军很危险 为什么当时是学生 但是还是想去当兵呢 这种事哪里不参加的 谁不参严 没有 一听说让我去大日本 那我非常的高兴 那么这个总算有打着本的机会了 不然的话老代学校 代学校其实为了什么 也是为了打着本的建设国家 目的都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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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原谅 最后 接下来就可以请大家看一段片子 是我们小时候听过的大刀曲里面的那个大刀 是的 大刀进行曲呢 其实是当时的二十九军的一首军歌 然后同时呢 这一把大刀 其实是他们二十九军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你看不是枪不是炮 而是一把大刀 就靠大刀 就靠大刀 是 那大家其实可以看到这一张照片 这个是一名非常普通的一个中国的士兵 他已经掩藏好自己了 用一些稻草啊等等 请大家注意他的脚 没穿鞋 但是我想要请大家看一下他的眼神 特别特别的坚毅 里面有愤怒 也有坚持 也有抵抗 给大家看一个真正的娃娃兵 他是一个防化兵 哇那么小 这个太小了吧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呢 十三岁 在全民看战的时候 哪怕是最小的孩子 他依然愿意为了这个国家 平起胸膛 挺身而出 我觉得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偶像 战争还留下来了 大量的伤惨的中国军人 你看这张照片上 所有的中国军人 一只腿站立着 但是还是站着笔直 我应该怎么知道 是不是 帖子